Ruby 跟Paul 其實在一起比較好啦 說真的 同一個環境裡面 一起工作 一起放假多好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現在就是跟一個 目前的人交往 然後呢以前呢 他只能在這個過年的時候出門 過年的時候出門 大家都知道機票很貴嘛 但是在圈內的時候呢 過年那個下一個禮拜 誰啊 下一個禮拜的時候呢 誰啊 其實還是空著 誰啊 然後我們就回座 葛智 你自己先說圈內的 你要不要講誰啊 先去 大家不是很熟啦 先去美人姐耳邊咬在耳朵 還是你故意扯出這樣的一個人 沒有 講得很熟 沒有下一集囉 沒有下一集囉 你不要令監督 然後把這個人變出來喔 美人姐看過 而且有上過美人姐節目 我只能這樣講 有來過這裡 真的嗎 美人姐之前 當然是男的啦 我跟男的交往好了 可以看一起工作 壓力時間一樣 對啊 以前那個 飛觀喔 不是另外那個 談話的 不是那個 跟納豆的那個 跟納豆怎麼樣 很犀利 對 很犀利的那個 有上過 太多人 你明顯嗎 現在比較少 比較少 對 那個時候你也有來我節目 那時候馬上就是那個時候的 對 就那時候馬上就吃我便吵了 現在話題完全轉子了 到底是誰啊 到底是誰啊 所以到底是誰 現在還在一起嗎 還在 所以到底是誰就直接講啊 來就 對啦 所以 你看沒有手 不敢講 所以重點是你看 美人姐介紹的 我便吵多好 你 你 講名字不知道的 講名字不知道 那是誰啊 知道了 還是不知道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我便吵吃得多好 連美人姐都不知道 對不對 那就不算我便吵 對 而且你看同時間 你看工作壓力 他就瞭解我們的壓力 知道我們在反的時候就在反 對啊 很久啦 五 六年啦 五年啦 那你承認你中間有沒有劈腿過 當然沒有啊 所以你看放假的時候一起放假 然後壓力大的時候一起壓力大 像我們如果錄到這樣十一二點 他也覺得說 OK啊 本來錄影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對 非常非常辛苦了 甚至之前我在 可是我們現在講說你們會吵架 你現在一直在講好的 我現在講說 那個時候吵架來了 那個時候有一次我們去那個 綜藝節目 在玩遊戲玩了 他有一個性感女星 因為她輸了 就直接親我的頭 因為是懲罰 我想說完蛋了 死定了 因為以前如果 以前圈外女友看到的話 一定死定 當天播出 我就馬上帶她到去 跟那個沈玉玲他們一起吃火鍋 結果火鍋那個大螢幕 剛好那天就放那個節目 她說 然後連那個沈玉玲看到 她就說 她說 因為這個真的是還滿親密 我還故意裝作很 享受的感覺 結果後來沒想到 我女朋友就輕輕講一句 那也沒什麼 那不是節目效果嗎 是不是 OK啊 那是什麼 如果是沈玉玲 玉玲哥來的話也OK 很善解人意啊 相反的是我以前 跟圈外人交往的時候 那次有一次也是 上美人姐的節目 後來廖惠英老師送我一本書 簽名廖惠英 謝謝 然後畫個愛心 因為那本書沒有 廖惠英老師的照片 我回去後我女朋友 跟我發言說 廖惠英是誰 我只要要簽給你 你剛剛沒有了 只有堅情 我說我跟廖惠英老師 我很尊敬 我跟他不會 這就是他能不能體諒 吵架的時候 會體諒到說我們的感覺 我覺得 尤其是演藝人員 你交往的人 不管是圈內還是圈外人 你真的就是如果遇到一個會貼心 會就是體諒你的人 我們就已經很感謝了 但是你說一定要把它分成 只有圈內人 渦邊草的人才會瞭解你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也是有人會一天到晚這邊 為了我親到誰 或者是在節目上 他們也是會吵架的 而且渦邊草有一個壞處就是 沒有上下班的分別 對 沒錯 你知道像我之前 像我們後來可以公開的 就是也交往幾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們明明就是雙方 但是我之前的男朋友 她是那種 因為她是主管 因為她的女朋友 也是她的這個公司裡面的人 所以她就要特別表演出 表現自己是非常公事公辦 所以她其實後來就變得有點 對我非常嚴厲你知道嗎 尤其是在別人面前 那我覺得有時候 我又不能戳破她 我戳破她就變成說 其實我覺得她講話很... 之類的 我不能在人家變成這樣講 對 那好 那結果 在公司的人面前 我要給她面子 但是私底下回到家 我還要承受是什麼 就是她就會用那種 真的像主管的方式來說教我 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事情 她會回來就是以老賣老來講我 然後後來 包括我們真的吵架之後 變成我不敢去公司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你們兩個最近 真的有點怪怪的 你們應該在鬧分手什麼的 所以就是女生不進來 等到我真的要跟她相約 連談分手 都要約在辦公室的 聚會室裡面 因為她沒有其他 工作以外的時間 可以跟我好好聊 你覺得那種感覺 然後我要走進去跟她聊完之後 其實那還滿安全的 很難過喔 你從辦公室走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說 她好久沒有來 她應該是要談 她們兩個應該是要談那個 最近有事情 因為她們都知道 譬如說她劈腿之類的 然後也知道我在那邊難過 但是我都要裝沒事 進去 聊的過程 我在那邊哭 但是走出來就 好 那我們先走了 大家拜拜 你知道那種感覺是 你永遠 你連在自己的工作場所 你都要表現出一副 你堅強的樣子 我覺得有一個很討厭的是 分手之後還要經由過去同事 一直告訴你她的境況 對 沒錯 更新 對 這個很討厭 剛剛講啦 窩邊草 有關於吵架這件事情 窩邊草是不是很不方便 對不對 對啊 很方便 不會啊 不會 可是其實我也有 好的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 窩邊草 你應該是要 就是已經先很了解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忽略了這點 你一定是先 觀察了一段時間 之後才在一起的 那時候 比如說像我之前 跟我一個好朋友 其實我們倆是認識了 已經兩年多 才在一起 然後其實我們互相 有共同的好朋友 非常多 每天都在聯絡的 有一次呢 我們一起出去打球 那時候我就拍了 這張鞋子的照片 然後說今天打球怎麼樣 然後我就 Tag了兩個人 有人 就是我不熟的女孩子 跑去跟我女朋友說 就是女孩子聽到這個 都會覺得奇怪 她馬上先去問我的朋友 還好她聰明 因為她問了我朋友 我朋友告訴她說 那兩個是球鞋的廠商啊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朋友是互相了解 所以渡邊草的 有很多身邊的人 是互相了解我們彼此的話 她可以很快的 而且很明智的 告訴各位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我覺得你說那種 花時間認識的人 那種不是渡邊草的對象 也是很多時候就是 追求的時間也是拉長 你也在互相認識 所以我覺得不是一定 渡邊草或好朋友 你才可以花時間 知道這個人的好處在哪裡 像我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她真的是跟一個男生是最好朋友 然後他們認識真的好多好多年了 結果後來他們終於就開始有一點點發展囉 就覺得好像真的要從好朋友變成情侶的狀態 結果後來因為你知道兩個人太好了 其實也太了解 就變成他可能中間有一段時間 沒有說那麼的close 這個男生就跑去認識別的女生 然後可是因為這個男生呢 就很了解這個女生的個性 他會怕 他就很怕這個女生會生氣 所以他乾脆什麼都不講 然後就變成搞到最後好像是 這個男的真的有背著他做了什麼 就搞到就是互相誤會 就最後就連朋友都當不了耶 就是因為你知道太了解 反而會覺得有些事情不好意思講 也不好意思直接傷害人家這樣 還有一種就是 問一下楊剛好了 如果兩個人 因為跟臥邊吵談戀愛 如果吵架可是還要一起工作 會不會影響情緒會不會帶到工作 一定會啊 像我的話 我部分是跟上司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在家裡吵的架 私底下的架 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要討論 要一些會議的東西 他盡量就是在吵架的時候 當天去會議是 故意不跟我講話 甚至把模糊焦點 就是一個默契 你就知道說 這時候他是在生我氣 因為你最了解到 他平常講話 跟私底下講話是不一樣 那再來有一次他 我還記得他把公司上面的事情 案子交給我 就我把他搞砸了 就公司真的損失一些錢 上面的人在罵他 因為那件事情是他要負責的 他私底下拿給我做 結果我沒有把他做好 就回到家批他大罵 因為公司的事情回家還要繼續吵 吵到最後我們因為這件事情而分居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怎麼樣都要 私歸私公歸公 不要把它湊在一起 會有壓力 你在同一家公司就會變這樣 拉拉呢 像我之前是 就是大學班隊 然後真的是很 反而因為只要我們一吵架的話 因為我們平常都坐一起嘛 就是班隊 然後可是如果我們吵架的話 我們就會坐超遠的 大概就那種楚河漢街這樣 然後大家就看得出來 我們在吵架 然後朋友就會幫你講話 就說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可是你就覺得就很煩你知道 因為大家都有共同朋友 然後朋友就會關心你 想說關心你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很有壓力 因為就情侶吵架嘛 那你就覺得特別受到關注這樣 對 Angel呢 我那時候跟男朋友是 都在同一個公司大工 然後我們都是公讀生的頭 然後就是下面也有幾個人 要管理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們兩個就吵架 然後那天上班的時候 我的單位非常忙 我就希望他請人來支援我的單位 然後他就不借我人 可是我是真的忙不過啦 我就會覺得 如果今天是正常 別的單位要跟你借人 你不可能不借他 然後他不借我就算了 然後最後還派了一個 最後真的有借我派一個 有點笨笨的人 就不是很瞭解 我們單位狀況的人 然後我們就為此大吵一架 然後其他同事就想要勸和 就還來說 你不要這麼幼稚跟他吵架 我就覺得你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在吵什麼 為什麼要來介入我們吵架的事情 就影響我上班的情緒 好 這是吵架對不對 好 那我們第三回合 還是你們覺得不麻煩 阿不我們應該要帶來 我們從好友變成情人 那失去的情人之後 我們至少還可以當好友吧 我不想要失去任何朋友 為什麼一定要逼我選邊站 為什麼 我舉的例子不代表說 是像這樣同公司的 那我舉的例子是 以好朋友來說好了 因為我跟之前分手的那位 有共同好友非常多人 非常非常多 那時候我們是和平分手的 那因為我在處理感情上 其實是會處理得比較好的 不會說真的鬧得很誇張 很鬧煩的 怎樣叫和平分手 其實就是覺得 就是沒有人劈腿 然後就是真的性格不合 然後就分手這樣子嗎 沒有劈腿 沒有對不起對方 就是坐下來 劈腿是什麼分手 劈腿就是比較 對 有一方對方 那就不是正常的 很傷 很痛 骯髒的分手 很骯髒的分手 對